为瑞瑞富原三村以及临近光复大富地区 以及万荣马远地区民众采买购物首选的瑞瑞厂农会富原超市 今年2月农会敲锤动工整间后 目前整个工程也告一段落 而超市的内部空间也焕然一新 那么为了服务即将到来的清明扫墓采买人潮 农会总工干事黄生黄表示 将从4月3号开始来试营运 希望能够提供乡亲民众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今年2月农会三巨头祭拜敲锤动工整间的富原超市 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 目前整个工程也告一段落 内部购物空间环境也焕然一新 令不少乡亲民众十分期待 我们热热乡农会的富原分布的超市 营运已经有20几年 那历年来都没有经过一个适当的修缮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给予我们经费来做一个修缮 那经过一个月的修缮之后 我们整体已经完成 我们希望透过更明亮更卫生 更干净的这个卖场 能够呈现给我们包含富原山村的民众 以及马远社区的这个消费者 如是乡农会预计将在五月初 正式开幕的富原农会超市 中官市黄胜黄有鉴于 清明扫墓采买人潮 为了提供便捷的服务 决定从四月三号起开始市营运 提供乡亲民众一个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好我们市营运大概预计是四月份 会为期一个月 那五月份我们会正式的来开幕 那届时也会有一些优惠的措施 来提供给我们当地的消费者 那这个卖场除了贩售一些日常用品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包含我们小农的直销站的部分 以及一些我们这个婆婆妈妈的一些 所做的一些酱菜的部分 当然也包含我们社区的一些手工艺品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卖场 做一个更完备的呈现 为复原三村临近万荣麻远 以及光复大副地区购物首选的 瑞士香农会复原超市 设置开业超过二十多年 从未修缮整顿 空间不复使用 购物动线也不尽理想 今年在县城府的支持下 赤资六百多万元进行大改造 目前大致工程作业都已完成 未来除了提供大区域乡亲民众 安全舒适明亮的购物空间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进一步表示 也将开设区域农产直销站 提供在地小农自产直销的服务 让消费大众有更多样的购物选择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